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自己身 何者是 这个方广经 要了解一下 方就是片十方 广就是广大如虚空 广如大海 这是比喻 大圣经典 又称为方广经典 我们如果以后看到 这是方广经典 意思就是大圣经典里面有这样讲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方广经就是 这不是一部经 就是指大圣的经典里面有这样讲 无中法身 一 十相法身 十相就无相无不相 二 功德法身 三 法性法身 四 硬化法身 千百亿化身 五 虚空法身 于自己身 注意听 配合 于的上面加两个字 配合 配合 我们要配合 配合 配合于自己的身 去身的旁边写一个心 配合自己的身心来说 哪一个才是这五种法身呢 意思就是说 前面所讲的 与自己身 就是配合了自己的身心来说 哪个才是呢 那 知心不坏 是十相法身 我们有波勒 我们有波勒智慧 这是长存的呀 啊 了 这就是了 了我们这个波勒的涅槃心 是不坏的 这是十相法身 知道我们的心性 还有万象 是功德法身 哎 万象都在心性里面 知心无心是法性法身 知道我们这个心性 是无所执着的那颗心 就是法性法身 法性法身 其实就是毕竟空的意思 法性 什么叫法性 就是毕竟空 其实我们这个执着的心 妄念的心 其实本身就是不可 不存在 唯一存在的就是决心 只是因为我们迷惑 颠倒了 随根就是随根基 硬化说 那么就是硬化法身 知道我们的心 无形 不可得 啊 这种虚空法身 其实就是用比喻的 无形 比喻做虚空 虚空 比喻做我们的心性 心性是无形象的 虚空法身 是站在用比喻 比喻的角度说的 是虚空法身 若了此意者 极之无证 二十六言 就知道 无所证 本来就空 无得 无证也 就是证法身 哎 如果有得有证 怎么样 有得有证就着相啊 就是邪见 真上慢呢 真上慢 旁边写几个字 就是 为证 严证 为之 真上慢 没有证到 那个境界 而说自己证到那个境界 啊 就是真上慢 真上慢 就是没有证 而说自己已经证了 名为外道啊 所以故 唯摩基金这么说 舍利佛问天 你怎么说呢 你何所得 何所证 你何所得 何所证 辩就是智慧 辩就是辩才 辩就是辩才 你到底是得到什么 证悟到什么境界 而这个智慧辩才 能够得到如是呢 辩才无外呢 这天你啊 有善花嘛 那么舍利佛被黏住啊 那么天你答言 我无德无证啊 乃得如是啊 这个唯摩基金 我们讲过了啊 若有德有证 即以佛法中 为真上慢能啊 就是你一定 有一种东西卡住了 叫做 叫做有德有证了 毕竟空极的心性当中 没有任何的德 也没有任何的证 有德有证 感谢观看